各位觀眾歡迎收看金融頻道 今天是2022年的五月七號 我們今天要跟各位介紹 這個蝴蝶蘭要如何澆水 很多的花友一直問我說 那個蘭花要怎麼澆水 要怎麼澆水 所以我們就拍成影片跟各位介紹 以前我們曾經也跟各位介紹過 這個蝴蝶蘭澆水的影片 影片就放右上角 因為當時我們在拍的時候 沒有使用字幕 這次我們乾脆就重拍 把字幕上上去 順便閃花一下好不好 因為有花友一直問說 沒有花沒有花 有啦有花啦在後面 那今年花比較少 因為我的蝴蝶蘭這兩年很慘 那個蝴蝶蘭 被那個螞蟻 被螞蟻搞斷頭斷了好幾株 原本可以開五六十株的蝴蝶蘭 結果都被斷頭斷頭斷頭 就各位看起來這樣稀稀酥酥的 還有期待還有啦 還有一些花在開 我沒有把它拿過來而已 所以這樣釣起來呢 就是看起來就像這樣 比以前少了大概有一半以上 OK 那我們現在呢 退後一點我們示範 各位怎麼澆水一下 我們 我每次啊 對蝴蝶蘭交花呢 我要跟各位講啊 你如果用水直接噴噴到花 這個花呢 它會早洩 花容易變質會早洩 所以呢 你如果要澆水建議 如果開花的情節呢 你建議不要這樣澆 因為這樣澆其實 這個花很容易會早洩 會很傷 但是呢 我覺得 我只是要 拍個影片 教各位怎麼澆水 首先 要澆水 這樣澆水呢 我們用水管這樣直接澆呢 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這個 我們看到我們這個蝴蝶蘭 它都是上板的 然後放在這個通風環境良好的地方 用這個方式澆水沒有問題 就算你這個 無天然附著水苔呢 你這樣澆也沒有問題 也不怕它爛根 但是你如果是用盆栽養的 放在水苔裡養的 放在盆栽裡加水苔養的 你如果用這個方式澆水 澆水 跟你保證它一定會澆死掉 就算你不用這樣澆啊 光是你用一般的方法養啊 那也會養死掉 我們都一直跟各位講強調過 有跟新手強調過 那眼片連結放右上角 蝴蝶蘭你只要用盆栽 再加水苔 10個養跟你保證9個會養死掉 尤其是台灣的環境 其他世界各國 你都偏寒涼地區的環境的朋友 可能會還好一點點 但是應該多多少少也是會養死 那以台灣的環境氣候來講 或者跟台灣類似氣候的環境的朋友 基本上養蝴蝶蘭 你只要照我剛剛前面講法 10個養一定9個死 所以我都一直跟各位講 你養蝴蝶蘭建議上板 你只要上板以後 就沒問題了 再來 蝴蝶蘭的氣根要見光 不能被整個密閉 那我們也曾經跟各位介紹過 蝴蝶蘭這個氣根 與光的關係 影片連結放右上角 蝴蝶蘭氣根它需要呼吸 它需要見光 它是屬於附生植物 你要想像它是附在一個大樹上 生長的一個植物 就像這樣子 板子上它的根是這樣子長下來的 它不是長在泥土裡的 好嗎 每一種植物都有它的特性在 你不要把不同的植物的特性 灌在蝴蝶蘭身上 是不能用的 OK 那我們因為森林裡的蝴蝶蘭 因為森林中濕氣很夠 所以它不需要澆水 蝴蝶蘭它會生長 我們在都市 我們按照這個 森林裡的模式 我們讓它上板之後 但是板子上它沒有水分 那我們怎麼辦 要嘛你就牽水神 水神我等一下教你 那我們先教你各位 我是怎麼澆水的 來 水開下去 所以我們就很好爽的 就這樣子噴一噴 噴一噴 OK 各位 澆水完成 就這麼簡單 你知道嗎 而且這樣養不會爛根 還有一個好處 你知道嗎 我們這樣子噴灑過程中 蝴蝶蘭裡有一種蟲害叫做 夜蠻 紅蜘蛛 夜蠻跟紅蜘蛛是等號 它是畫等號的 紅蜘蛛 就叫做夜蠻 夜蠻叫紅蜘蛛 噢不對不對 夜蠻 紅蜘蛛它是夜蠻的一種 應該這樣講 夜蠻有很多種 有白色的有紅色的 在台灣最常看到的就是紅色的 所以我們 常常俗稱它叫紅蜘蛛 因為它也會吐司 所以叫紅蜘蛛 但是它並不是蜘蛛類 那我們這樣教完以後呢 每天早上這樣教一次就搞定 當然你傍晚想再教一次也OK 我們這樣澆水的過程中呢 可以順便把這個紅蜘蛛給洗掉 因為紅蜘蛛它怕潮濕的環境 紅蜘蛛的影片連結放右上角 只要我們用這一招 基本上紅蜘蛛絕對不會上升 如果你的蝴蝶蘭出現紅蜘蛛 就是因為你沒有用這一招 所以你會為什麼你會發現說 我養的蝴蝶蘭呢 都沒有看過有紅蜘蛛 都是我從別人的身上 其他花有身上拿到這個蝴蝶蘭的時候 發現有紅蜘蛛的時候 我才會拍影片呢 搶救給各位看 那我們這樣子做呢 好處就是 第一個避開紅蜘蛛 然後剛剛我們前面有沒有 教各位掛這個百羊菌 影片連結放右上角 百羊菌掛上去以後呢 對付蚵類幼蟲 對付祭瑪 剛好我們用這種方式呢 這三種常見的蝴蝶蘭的蟲害呢 都可以輕輕鬆鬆解決掉 你也不用噴農藥 唯一沒辦法對付的就是螞蟻 真是討厭 螞蟻把我的這個 這個蝴蝶蘭搞得真的是很慘 好 我們今天主要是帶各位 來怎麼教 就是用 教花 教給各位看 你教花的要點之一呢 就是你一定要上版 環境要通風 你如果是用盆栽 加水苔 你如果這種教法 我給你保證 你台灣的環境一定 一定會死的啦 一定會教死的 好啦 還有啊 那我們既然教 我們就順便講一下好了 還有另外一種教法 那我們把距離拉近來 各位來看一下 有沒有用水瓶 示範這個水瓶的澆水 給各位參考 好我們現在看呢 這個大天空上 有沒有看到這個 有一個水瓶 這裡頭呢 我放了一個這個水繩 這個是毛線繩 一般我們織毛線繩 我們就這樣子放 這樣放 蝴蝶藍 你也可以用這個方式掛 如果你不希望你的花朵 碰到 用剛剛我們前面這個澆水方式呢 就直接碰到花的話 造成這個花容易早洩 你就用水瓶的方式呢 掉掛呢 就 掉掛 然後呢 讓水直接流出來 其實呢 這個水瓶裡頭呢 我裡頭有放 這個 好康多 微量元素的 好康多的肥料 我的目的呢 是要讓這個 這下面這板大天空呢 可以施肥 看看能不能加速它長大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再把距離拉近一點 我們 做個 我們 加水 給各位看參考 好我們現在呢 把這水加下去 不管是蝴蝶藍呢 大天空都一樣啦 你用這個方式加水之後呢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水呢 一直在滴滴滴滴滴滴滴 有沒有 水呢被引出來 你如果你的水神呢 這個毛線神呢 是全新的狀態下呢 他剛開始呢 他沒有辦法引水引出來 你大概第一個禮拜呢 你每天呢 這個水神呢 你必須要保持都是濕的狀態 如果他當 讓他的水引不出來之後 你就必須將毛線神整個弄濕 沾濕之後呢 他才有辦法引水 那這個毛線神這樣子使用呢 大概維持個一兩個月 就到極限就要更新 那我們用這個方式呢 主要是放了幾顆顆粒肥在裡面 讓 讓他有一點點肥份 讓這個 整個 大天空呢 可以 可以吸一點肥料 那這個方式呢 也可以拿來做澆水的動作 因為有花友在問我說 水神怎麼澆水 剛好我們拍影片呢 之後就教你啊 就這麼簡單啊 準備一個水瓶 掛在這邊 然後繩子呢 丟進去 對對對 還有這個 你如果怕這個繩子被風吹出來 你在裡面呢 可以掛一個生鏽的螺絲 隨便啦 隨便一個螺絲生鏽的 沒有用的 螺絲丟進去就可以了 就像這樣子 掛著 那這個水呢 就可以隨便牽牽牽牽 像我們剛剛上面呢 不是好基板 當然你也可以呢 這個水層拉長一點的 這樣子繞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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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型 這樣子繞繞繞 那一坪水呢 就所有的地方呢 都會通過 就剛剛好 但是你每次澆花的時候 你可能要把它水上面去 從上面開始澆水 然後它就流下來 你的水呢 務必要像這個樣子 水要在高處 繩子要盡量 繩子水層的位置低過這個瓶子 因為你如果高過瓶子的情況下呢 這個水呢 它有可能抽到這裡 就抽不出來了 OK 我們今天呢 就是示範 跟各位示範說 怎麼澆水 用水層澆水 或用一般的水管澆水 其實蝴蝶藍呢 澆花沒有什麼技巧 那重點就是要上板 上板之後呢 這些 你看這些蘭花的根呢 就會長得這樣子 很棒 因為 幾乎很多大量 很多的蘭花 絕大多數蘭花類 它都是屬於這個 複生植物 它的根呢 是附在大樹上的 它不是長在泥土裡的 所以你不能把它的根呢 硬把它塞在那個戒指裡 不透光的戒指 或者是密不透氣的泥土中 這樣子塞下去呢 這些根啊 有些植物啊 有些蘭花的根 它是沒辦法生存的 像大天公啊 蝴蝶藍啊 這些 都是屬於複生植物 比較建議使用上板 處理會比較好 為什麼一些專業的 可以用那盆栽養 我只能說它是很專業 非常的厲害 非常的天才 但是他們在那個溫室裡啊 OK它活得了 而且它還會用殺菌劑 知道怎麼用殺菌劑 他們比較專業 一旦走出了溫室以後 走出了沒有殺菌劑的環境之後呢 那一盆花就死給你看 各位 你是不是養花都養成這個樣子 是不是都養死掉 重點就是你有沒有上板 你一旦改上板 然後呢 改過你的膠水模式 OK 這養得好好的 你養不會死 所以為什麼常常 很多花友一直在問我 怎麼不拍這個蝴蝶藍的影片 我們都是看 遇到剛好有碰到 我就會拍給各位看 今天呢 我們就是教各位怎麼教花 那各位讓各位參考參考 因為很多的新手花友呢 有時候養花的時候 剛碰到都不知道怎麼處理 那我們就示範給各位參考 剛好我們把字幕上上來 今天影片就介紹到這 感謝收看 再會